火箭很难受,北京时间2月10日,今天休斯顿火箭在半场领先 22分的情况下,以112-117在主场被讹成雷霆逆转,单场长 归赛上半场领先20却被逆,这在火箭队史上仅是第三次,此前同 样的比赛,火箭124胜2负,本场上半场,火箭攻防皆宜,最 多时曾领先达26分,第二节1分38秒,68-42,半场结束 火箭也以70-48领先了22分,然而第三节雷霆单节打出 42-20,瞬间抹平分差,并最终逆转获胜,据统计,这是火箭队 使第三次在半场领先20的情况下输球,此前两次分别为1979 年3月29日以124-125负于步行者半场领先20分,75-55,以及2017年12月29日以98-99不敌 凯尔特人,半场领先24分,62-38,此外,此前火箭上半场领先20的单场常规赛,总战绩为124胜2负,本场后则被改写为1 24胜3负,无疑,今天对火箭可谓是沉痛的一天,痴魅生 0,新浪网独家稿件,未经授权禁止转载